大家好,我是吉祥 今天外边天气挺好的 咱们一会儿把这个小鱼全都给它放到外边去 让它晒在太阳去 到外边去待一天去 看看怎么样 咱们现在给它放出去 押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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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 看,在这个场地里让他们玩一玩吧 好,咱们现在上这个路边这块 来嘎点这个草来啊,打点草 喂喂喂蛾,看它吃不吃,看它怎么样 这是我刚从网上游了一个电动的打草鸡 就是那个嘎草鸡,看,好不好吃啊 咱们搁打草 还行,就这炒一点来一点了 这家有一片刺激菜 这刺激菜嫩的时候位子也不错 不少都不认识草鸡 这不吃的,大家也有吃的 都没习惯呢,习惯就好了 看看这小鹅 也挺聪明的 这黑天了,这马上要黑天了 这鹅也直到自己回窝,你看了吗 你看,自己往回走了 就昨天赶了它一天 今天就直到往回走了 挺聪明的这个东西呀 这会省不好事啊 不如天天特意来赶他来了 哈哈,挺好 这玩意还有几个趴窝的 今天有几个 腿脚不太好使了,还捉毛了 捉毛捉得赖把劲的 然后赶紧给它,今天买的药 给它堆落这个水里边了 堆着饲料的和水里 不知道能不能好使 可能是太多了,然后 缺东西吧应该是吧 把这几只单独给它隔出来了 还有一些没回来的 还有一些没自己回来的 这些鹅都是比较壮实的 比较聪明的应该是 这家它们先回窝了 咋,喝点水就跑了呢 咋子吧 喝点水吃点料又跑了 外面有水有料 怎么跑屋来吃 喝点水吃点料来了呢 还行,都挺清卦 这些一吹哨子全都回去了 我要训练训练它们 吹哨子就让它回家 等到时候放出去以后 晚上让它回卷的时候 一吹哨子就回来了 看应该养成习惯了应该都好吃 好了朋友们 咱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欢迎朋友们 多多的给评论,转发,点赞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见朋友们 再见再见 咱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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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见